响应2月21号世界母语日 吉安乡公所首次和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了 世界母语日大家一起来独册串联活动 推出了绘本创作分享主题书展等系列活动 直到2月27号在吉安乡立图书馆展开 乡长邮淑珍邀请乡前好朋友们 一起来找学母语的生活感和文化魅力 吉安乡立图书馆充满族群共融的阅读生 小孩、青年学子、工法齐老 与乡长邮淑珍一起开启 求知欲 感受图书馆智慧的文化洗礼 跟着退休校长陈明珠 一起进入阿美族文化探索的美丽传说 吉安乡公所配合教育部推广的 世界母语日系列活动当中 除了规划绘本故事外 接下来2月份每一天也会在吉安乡立图书馆 办理原住民主语绘本图书为行书展 营造语言学习友善环境 让大家都能够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下 自然学母语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原住民的母语 当然我们在全世界有不同的语言 在呈现各个阅读的氛围 我们相信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语言的阅读 尤其在孩子的成长 在大人的学习世界 在老龄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感光空间 我们都希望借由世界母语日来呈现不同的族群文化的融合 跟阅读的氛围在社区里面深耕发芽 希望大家有空每一天都可以来吉安相立图书馆 走一走来探索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还有不同的学习世界 我们一起来 尤其在乡长鼓励乡亲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化 不只在图书馆里 也希望延伸带动至家庭当中 他感谢国立台湾图书馆 携手吉安相立图书馆 深入乡镇发扬族群独特之美 乡公所也从工部门做起 实际参与语言认证 积极打造各项软语题建设 及多元活动 让本土语言得以保存 藉由乡亲的阅读交流 传递出美丽的音符 记者林杰 吉安相采访不到